来自香港的丁子郡 如今定居上海 算是一名新上海人 不过这座城市对于它来说 并非异乡而是故乡 因为它的祖籍正是上海 你怎么回事 我回事很快 那你应该是老发生黑人 很老实的那种说 老实的 其实我不会分次老的心 因为我的手儿黑人是打担拉公乌的 就叶哑娘娘说的 叶哑娘娘 叶哑娘娘 叶哑就叶 那就打担拉 打担拉 这个好像本地人给人看 应该是本地人 那那个打担拉公乌 哪老做死了啥地方 死了新野区的五岗路 根本就拿了底子的五斤 这五斤 六斤 根本这个地方也很奇怪 你也没得到就过没这个 也变成星巴库了 对 是不是这样星巴克 星巴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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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根本这个地方就是 南无地老子就是这个地方 对 对 大家那当时为你上海 就是刚 我到今来都能够在沙尔越过上海的老子体 老子体叫过就是那个 小海菜拿了好菜 那我们去的什么东西 南无有丝 南无有丝 什么 那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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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是老地人的 非常老的上海菜 还有就是跟我说一下 就是上海的一些文化 比如呢 比方说电影文化 其实在我们的历史当中 电影比较早进入时尚海嘛 比如说我的打单 他们约会会去看电影 比如说在那个胜利电影院啊 或大光明啊之类的 所以我在六岁那一年 很小 就记得我的奶奶把我带回来老家 其中有一天去看电影 我还记得我是住在华侨宾馆 现在叫金孔 现在叫金门饭店 金门饭店 对对对对 就武卷宾馆 武卷宾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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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每天早上七点钟 叮叮叮叮叮叮那个自行 有了打光明避浪线吗 就打光明避浪线 打光明避浪线 然后还有旁边有个友谊商店 对对对 就是我很记得 为什么 王河路的路口 王河路路口 然后看了电影 而且我记得那个时候看电影 还能通宵看的 那时候好像有通宵场 通宵场的 所以当我长大了之后 我当演员 然后来到了内地 特别有亲切感 我觉得我应该从这边 发展 所以我2000年就住在上海 所以2000年开始 就是新上海人 新上海人 旧上海人加新上海人 对对对 寻根 回来寻根